推进四项排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小敏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副省长史和平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四项排查决策部署以来 各级党委政府和省各督察组行动迅速 集中力量对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 主要矛盾和重大隐患进行逐一排查 及时予以化解整治 李小敏指出要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坚持边排查边整改 及时解决各类影响安全稳定的矛盾问题和隐患 要着力排查化解各类信访突出问题 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要全面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 从源头上防止矛盾和问题的发生 要切实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打捞社会管理的根基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履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维稳第一责任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体系 李小敏强调 省各督察组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督促当地党委政府及时就地解决问题 推动思想排查 有利有序 有效开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